盧皇应有所得 公理切物丢失 黑扣外劳工资款 沉沉剥削武网管 外劳惨被食甲棍 忍气吞声无处身 权益无保障 公有点索尝 毛利欺压何时止 剥削公有好可耻 权益无保障 公有点索尝 外劳惨被食甲棍 外劳惨被食甲棍 忍气吞声无处身 忍气吞声无处身 抛购外劳工资款 抛购外劳工资款 下面请我们的理事长周思杰 介绍一下记者会的情况 稍后留给我们媒体朋友问问题 好吗 哈喽哈喽 早晨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最主要的主题是 关于外劳在香港被剥削的情况 自从特区政府在去年7月推出了建造月输劳工计划 之后 我们总工会都特设了一个外劳权益关注组 主要的目标是监察外劳在香港工作 无论是安全或是权益方面 有没有受到一些损害 关注组在近几个月 正确说应该是三月左右 我们已经收到一些外劳工友的投诉 就是说他们自己和身边的工友 是被管理公司剥削的 当然这个情况除了管理公司之外 还有一些中介公司 我们在期间都在看中介公司和管理公司 听起来应该是两个部份 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一点的主要问题 就出在管理公司那里 管理公司是否等于中介公司呢 这个就有待求证 情况就是现在管理公司 管理外劳的一些交通、食宿、住宿 基本上都是管理外劳 他有时甚至乎外劳在地盘做事的时候 他会是派工的 类似是异判的角色 就是叫工人去哪里做事 据一些投诉的工友说 他们有些赔分费要纳额要给 有些更恶劣的 甚至乎他们出粮 是真的出正合约的粮 但是呢 把提款卡被人拿了 把钱进户口之后 之后会有人拿了他的钱 另外在国内再进钱给他们 而那个金额 是比原本的合约金额少了 有些要求外劳自己购买的工具 例如一些手动工具 在香港来说 一般僱主是包含你的身材工具 手法层出不同 我们总工会都比较震惊的 这些情况 其实在十几年前 以前的外劳 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过 今时今日 我们依然是发生同样的情况 我们相信这些是一个冰山一角 因为工友跟我们说 可能我们接触的工友有几个几个 有时有十几个来 但他们背后不是只有一两个 他们背后是一群工友 一群工友受到欺压 很多工友 为什么今天我们本身 其实直至昨天 我们都尽最后努力 希望有工友肯站出来 但我们感觉到工友的恐惧 他们害怕去回到乡 varies 或者是在新屋失去被idé 或者被人炒鱿鱿 所以到最后是没有人敢站出来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够有一张空凳代表我们的公友 以下我会说三个个案 暂时我们收到是比较典型的 代表不是那三个人 是后面据我们了解最少超过一百人 甚至乎有些公友说 基本上全部都是被人欺压的 不过当然这是公友所说 我也希望不是这样的情况 这些故事我想要传媒朋友帮忙去求证 我先讲第一个个案 有几十个公友在机场三跑的项目工作 外勞和我们总工会反映 管理公司在公友每月收到工程款之后 要求公友交出提款卡 譬如他的人工合约是三万多元的 他收了那个银行 大半人会把钱放到银行卡 但是他们的提款卡就要交出来 而且他们交出来之后 会被人拿到钱 然后在国内另外会有人 给他们付钱 钱会少了一半 在提款卡之后一直这样去做 我们公友都拿人 拿人了之后 最后大半要求公友 签一个确认书 就说他每个月收到合约里面的金银行卡 要他扩认要他签署 我们公友觉得不太妥 不肯签 不肯签就被别人威胁 你不签我就立即解雇你 他也是不肯签的 都来我们工会求助 最终的工友有点就是 因为管理公司有权安排他 我们叫派工 安排他上车 上车他就可以去地盘开工 管理公司不让他上车 有两三天他没上班之后 就说他做得不好 或者是没上班 用这些理由解雇了他 最终那批工友是被摆布的 这是个案一 非常之恶劣 第二就是有二十多名工友 来到香港之后 他们在香港完成了五天的培训 所谓的培训就是安全的培训 每个建筑公司或者地盘都有自己的培训 香港安全陆卡或者CIC的工人注册登记 做完之后他用了五天的时间 事后管理公司是要求他们每人付8500元 就是说因为这五天的培训 就要工友去付 另外他们合约 如果9月1日之前不付 又是即时解雇 如果不付这笔钱 另外他们的合约是寫着24日工作 每个月 因为他们是月薪的 24日工作 24日工作 理论上一个月你做24日 那就可以了 原来不是的 管理公司跟他们说 你必须一个月只有4日休息 那就是说 你可能一个月要做26日或者27日 如果 但是呢 你公照 但是多做出来的那些 是没有钱给你的 我都是给你24日的工资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月没有请假 就算你做够了24日 如果你请假就扣你工资 请一日扣一日 由24日开始计算 就是说 如果你第25日或者26日请假 你请了一日假 你只有23日工资 那这个情况其实等于是吃隔棍 就吃了我们工友 我们工友就这样形容 就是加班费 多出来的 超过24日之后 应该是加班费 那他们的加班费就被人吃隔棍 那这批工友呢 他也是来我们工友求助的 而我们工会求助 那我们就直接打了电话 去相关的大伴 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回应 不过我们前天收到工友的回复 就是说那些钱现在又说不收了 那究竟那几日他收不收得回呢 就是会不会被人吃隔棍呢 要6号出粮才知道 不过呢 我们也有点担心 那个工友究竟有这个情况之后 在大伴知道之后 管理公司知道之后 他会有什么待遇呢 会不会被人灭声呢 这些呢 有助观察 我们会持续跟进 个案三呢 就是有工友呢 就是我们一般工具呢 都是雇主会提供的 我们上班就带对手去 带个技术去的 那工友跟我们说呢 这个是上个星期六 有一批工友就直接上来我们公会 他们已经被人解雇了 那就说要求他们呢 自己带工具去开工 那工具呢 包括一些电动工具 和一些手工具 总之你要用得到的 都要自己带 另外呢 这班工友呢 就住在坦州的 那他们在坦州出发上班 去那个工地的时候呢 这单工地呢 就在启德的 啊 是随国来的 那去工地上班的时候呢 他要求每个工友 每日给160元 那个交通费 那个交通费呢 就算你不上班都要给 每日一定要给 他不会理你有没有上班的 你都要扣除你那个 那个什么的 而且是没有咨询过 工友和不同意的 是他们出了梁之后呢 对一对个户口呢 才知道的 那我们总工会呢 上面呢 是比较典型一点的三中情况 那其实那个 那个情况都挺严重的 那我们总工会呢 对于管理公司 无理的稀压 和剥削外团益 都非常之感怒 和失望的 正所谓外来都是客 工友千里迢迢 离乡别井 来到香港打工呢 应该享有 等同本地工友 一样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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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益和福利的 而不是被 某些人 层层剥削 食隔棍 所以呢 我们总工会在这里呼吁 要求有关的总成建商 立即采取行动 做好管理的工作 也都希望特区政府相关部门 加强监管 严厉执法 有后打击 外劳被剥削 这些 非法的行为 最后呢 我亦都呼吁 所有外劳在香港做事的外劳 如果遇到一些 权益受损的事情 要勇于站出来 向我们工会求助 多谢大家 好了 下面都请我们权益个案士 汉斌也分享一下 一些工友 因为他前线接触工友的心声 好吗 他说你接触三个案件 三个案件 好 大家好 我是香港建筑总工会的权益个案士 徐汉斌 我平时是负责去处理一些外劳的个案 在我们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留意到有几个普遍的现象 第一就是 外劳他们每个月 出粮的时候 离谱的个案 就会被人收了银行卡 和个人身份证 但理论上 个人身份证和银行卡 是个人的证件 就不应该被没收 但是当他们出粮的时候 他们的银行卡 就会被所谓的管理公司去没收了 然后通过过数 去他们内地的银行户后的方式 去给他们一半的价钱 所以我觉得 我们觉得 这个是非常之离谱 我举个例子 距离香港可能有三万多 但是实际收到的价钱 可能是14000至16000元的价钱 这件事是非常之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当外劳的价格押到很低的时候 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廉价劳工 就会威胁到本地工人的价格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 不按照合同办事 比如合同是写24日或者21日 那实际上呢 他们是回不够工的 就好像我手上举的对话记录 那个外劳就说 合同上面写的是21日 但回的是回不够的 那怎样呢 那实际上呢 他们回不够呢 是会被人扣钱的 那事实上这件事呢 是没有按照他的雇用合约去办事 那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 那我们总工会非常之震惊 这些事情是居然发生在香港的 那还有 有一件事就是 除了开工不足 他们还会OT的 他们加班呢 正如女事长刚才提过的个案 个案2 他们明明是合同写24日 但实际上可能回27日28日左右 但他们只要回少一日 譬如我回26日 他就当你回了23日 那这样行为呢 是非常之无法接受的 那在我接触到这么多的外劳当中 他们也都跟我说 我们总工会说 其实很多外劳 都是受到摩承 都是受到各种形式的压迫 那所以我们总工会呢 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亦都是和外劳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那为什么大家会看到一张空的灯 上面是一顶安全帽呢 实际上这位外劳呢 本身是他上来 出席这个记者会 和大家控诉在香港发生的事 但实际上呢 他是被人威胁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些对话记录 当我们 当我们请这位外劳 去出席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呢 他跟我 和总工会说 他是受到威胁的 这一种事情呢 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还有我们也都留意到一些 所谓的管理公司 还是不知什么的人物 他们是为了 他们是为了 規避香港的法律呢 他们是要求那些外劳呢 拿了人工之后 是将那些钱 带回到深圳或者内地 然后交给他们 那位负责人 然后实际上外劳呢 正如刚才所说 收到的价钱 真的得一半多一点点 这件事实在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那我的分享是到这里 好 谢谢 好了 下面看看我们外劳的总監事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补充 各位传媒好 其实我们在接触外劳方面的时候呢 我们有城市都想问清楚 为什么银行卡要交给他呢 其实因为外劳来香港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证项的地址 所有银行申请的银行卡 都是寄去公司的 所以那张卡呢 由头到尾都不是在他们手上的 同时间呢 他们呢 之所以发觉自己和别人的工资不同 是因为 有一部分在外劳 真的是收收价钱的 他们跟正常一样的 所以他们听到 为什么你收37800 我不是的 他们就觉得奇怪 但是当他们一进行这个投诉的时候呢 就会被人发现 他们有点狡猾 甚至乎可能就是 不让他们开工 而且有些外劳呢 因为他们有压力的 本身来香港之前呢 可能已经给了一年的中介费 现在那14间的中介公司呢 是经据香港发展国家的选择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超过12.5% 收到中介费用 但是当然 如果你收到一年 一年开了几个月 他一定是追不回那条数 即是外劳自己都害怕 我够钱给了中介公司 我最后找不到那些够钱 我就涉本回乡下了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要认识 宁愿在这儿捱时间 捱回够那个中介费用 才会上去 但是当然 亦有些工友 就真的是 所以他们都要认识 就是挺凶堂 觉得我们应该被人剥削 他们就向我们投诉 私下和我们联络 但是当他们一发现 就是当一些管理人员 或者管理他们的人员 发现了的时候 这班工友就会 不能再来香港 同时间也都将他 就是身份证 和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 他都没收到 所以他们有些工友 看到这种情况 也都接受了 但他们就会和他人一样 是怕自己 我投诉原料 都不能回来 之余 还可能会受到威胁 或者威胁到自己的家人 所以那种情况 我们公务是接受不到的 在过去 我们都有帮这些以前的外奴 跟今天 工会的政策也是无辨 他既然请来香港工作 我们应该有香港的权益 他就应该要有 谢谢 我们是权益主任 我们是权益主任和委员 先补充一下 稍后再给媒体朋友问问题 各位权益朋友好 我是香港建立总工会权益主任 我也补充一下 在个案一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3月份收到公友投诉 那时候刚刚计划 这班公友是刚刚来到的 这班公友是做落石屎公 他在地盘工作 他不是只做落石屎的工作 当他做完落石屎的工作 他可能要帮忙执头执尾 还要帮忙执铁 他那时候要帮忙执铁 所以是多工种 可以用到的工友 这是初期的事情 因为他们住在潭湖出社 而且工友去申请铁铁卡 没有一个正确的地址 所以寄去住宿宿 所以他们有些管理人 看到我这个工友 我用到我家公司 他收起了 就拿起他们的铁铁卡 和密码 和密码 拿走了 所以当初期 工友投资最多 就是 把铁铁卡 我的铁铁卡 虽然有出足给我们香港户口 但是被人拿出来 之后回到大陆户口 但是我在大陆户口 再收到那个身金的时候 已经连建了一大团 第二个案就是 到了8月中的时候 开始的工友 就向我们反映 就是 作为我签约那间公司 我培训那间公司 我培训时 我扣我的薪金 为何这些管理公司 有权问我拿回 这些这样的培训费呢 还要不是 没出收金 没出成 是一个微信支付过帐 或者要求支付现金 为何不正式的手组下 要支付这些费用呢 究竟是不是 他们的雇主 直接雇主 用他们这些管理公司 这样做呢 其实雇主 是虽然聘证了一些管理公司 去监管工友上班 做一些行政工作 但是不代表 这些行政管理公司 可以剥削工友的薪酬 或者是什么 好 第三就是 在那个 就上个星期六上班 这个我们就很出奇 即工友是做泥水工 这些机构 通常泥水工可能有用盖 的灰瓷 这些轻便的手提工具 最夸张就是有些搅机 一些比较草盈的器具 工具 都用工友自己去自费去买 当时工友就说 他们那次买了一批工具 第二万多元 每人除开都要给了四百多元的工具 这些我们觉得是不合理 莫非地盘有个天井在 我要够钱 帮忙安装天井 莫非有管理人员 有安全证 我要帮忙给出人给朋友 安全主任来看着我们 莫非我要给人工 这些管理人管理我们 这些是不合理 不合成理的做法 这些是摆明是剝削 我们今次的招 希望说回现在的工友 所面对的库房 如何被人陈陈剝削 我这里讲这么多 好 谢谢 下面请媒体朋友 先报上媒体 我再讲什么问题 不是会报的 想了解一下 有很多官友都被剝削 你有没有估计 现在进入香港 运动地盘的外奴 有多少成是受了剝削 还有你们管理公司 其实会不会和外奴 有勾结 大家一起剝削 那你有没有香港的管理主反应 或者我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 现在我们根据政府的数据 现在外奴来香港 应该是9000多 我没有记错就是9000多 建造业 只是建造业 我们接触这几宗 当然不是这三宗 还有的 这三宗是比较演绎的case 我们初步统计 就是8多人 受影响的8多人 在我们所知道 但是我曾经听过 我们团队曾经听过一个工友说 他跟我说 他心里说 基本上三宗里的工友 都是有受剝削 有些大大一点 都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 我没有办法去证实他的说话 这个我想要传媒朋友 去了解 当然 那个工友说的是否事实 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他住在一个宿舍 大家宿舍的地方都不同 可能他的感受是这样 究竟事实上是否这样 我们不敢说 总之 那个情况 在我们总工会来说 一件都严重 任何违法的事情 我们觉得都不应该是忍受的 也不能被他挽延开去 另外我们也有找过管理公司 甚至乎大判 其实我们觉得 无论是管理公司也好 或者是中介也好 其实都是业主和大判去聘请的 这些事情 究竟大判知不知道呢 究竟业主知不知道呢 我们不敢说 这个真的不敢说 我们也有尝试过找某些大判 去问他 3月份的时候 我们发觉有些情况 你们会不会回应一下 或者是证实一下 是否真的 工友跟我们说 我们也未必是事实 我们也要求有关方面去回应 到今天是没有人回应过的 也没有人证实过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 业主去聘请我们的外奴 或者是本地工人也好 你是给了钱而已 但是给了钱 是否可以完全不理呢 正如一家之主在外面找了钱 我们给了钱给妻子 那我们是否可以不用顾家 不用来家里任何东西呢 那些子女的读书 那些情绪 我们是否不用兼顾呢 如果业主或者是大判 他是请了管理公司 饮他油脂 这些就是产生现在的问题 那个细菌滋生的温床 好 谢谢 好 在这个个案里 我们跟吴大判改完之后 他是有要求他的管理公司 下地盘 找到老公署去做一个巡查 但是呢 他的管理公司 就找了他们 比较熟悉一些的工友 将有很多不是吃的东西 变成事实 那些工友就是 在进一步提出个投诉之后 就无奈被炒回到原居地 那这个就是 工友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工友出现 就是 每个工友都是 我来打份工 我来拿钱 很多工友上来 比如说 你帮我追回我应得的权利 我真的不敢出来 我回到原居地 我还要面对我乡身 我里面很多的情况 所以我们虽然说 有这么多个个案 为什么我们今天 都是邀请不到工友出来 因为他们的情况 第一 他们是对香港的法例 不是那么熟悉 第二 就是求助于我们 希望有一个中间人 即是零人 我求财 拿完钱我就走 我不想给公司 还是黑铃铛 我来不到香港 这个是工友最大的担忧 好 先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 长臣 南华早报 想问三个问题 一是 有没有说哪个月份 或者什么时候开始 才能收到这些投诉 还是其实外勞计划 上面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问题已经存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是 你们说向个管理公司查信 其实他们是本地 还是大陆的管理公司 那有没有工友是想 向警方去投诉 或者劳工处去投诉 这些事情 但是因为管理公司 不是香港的 计划公司 而没有办法受理 香港的公司 第三 就是中介费 工友其实是给多少钱的中介费 既然工友给这个钱的时候 中介公司去请外勞 他们都要给钱 即他们都要承担一定的成本 既然每次申请都要入职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炒到人 因为他每一次的 replacement 其实他都有成本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两个 就是工友给多少钱中介费 为什么这么容易炒到人 我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件事是不是一直存在 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是一直存在 我相信十几年前都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7月份 其实去年7月份 开始推出 开始有人进来 是不是一进来就有这个问题 我答不了你 但是我们的case 就是3月份就收到这个case 那么断断续续都有些工友 是向我们反映的 直至上个月 和上个星期六 我们评估过之后 我们一直在这些期间 其实我们都有跟中介公司 或者股地公司大判 主要是大判去询问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答复 我们也有跟政府部门 例如劳工署 大家也有谈这件事 跟劳工署咨询法律意见 有些是劳工署可以给到很明确的答案 例如他吃了他的加班费 拿了他的银行卡去提款 这些无论是香港或者是国内 所以很明确是违法的 但是始终法律是归法律 我们要有一个人出来指证他才行 跟十多年前的情况 基本上都类同 那些工友就害怕不肯出来 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权英主任也有说 害怕就是他被人标签了之后 他不可能再找到其他的工 另外就是真的害怕乡下受人威胁 刚才有一个微信的记录也看到 他直接是害怕关了一下 他说不要了 就是害怕那些是否叫做有势力人士呢 去威胁到他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 中介公司的收费 中介公司的收费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 就是12点多的中介公司的收费 每个case都有些少不同 有些工友告诉我 就是他已经给了中介公司的收费 他跟我说是30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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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有个工友跟我说 他还没有给完,还在给 到分期给 他是算他人工的比例去计算出来 所以工友人工高一些或低一些会影响到中介费 第一个case是中介拿了他的银行卡去禁钱 好了,究竟中介和管理公司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分不清 但就这样看上来 香港的管理公司 就是管理外劳食宿和交通 是一间独立公司 据我们了解 这些应该是香港的公司 有些可能都是海外公司 因为可能他管理一些 因为外劳不只是国内 也有些像南亚裔那些 但是他在香港应该是持牌的 否则他就不能在香港管理这些宿舍 或者交通 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这些管理公司的权力是比较大的 他可以控制工友出入 去地盘上班 派工给他去哪里做什么 如果他觉得工友麻烦 或者工友不听话 他可以不给那个额 去工友上车 如果工友上不了车 他就回不了工 第一个case就是这样 他要他签回那个确认书 说他收足钱 工友觉得不好 我签了第二天 他实际收一万多元 要我签三万多元 他当然不需要 他就觉得你麻烦 不安排你上车 你不能上车 你就回不了去开工 在管理公司这样的安排之下 大半就会觉得这个工友没有开工 没有开工几天 就解释了 管理公司究竟如何跟大半反映 是告诉他他不愿意签那个协议 还是告诉他这个工友做事懒 不合我们要求 所以就解释了 这个就是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至于工友在香港 为什么他们不去政府部门投诉呢 我们建议总工会和劳工署 或者一些联署 其实我们都有去做一些工地工作 去宣扬香港的法律 他本身的劳工权益 安全意识那些我们都有做的 那些工友其实他们来到香港做 对香港的任何东西他们不熟悉 包括法律 包括生活环境 因为他们住在一些比较偏远一点 有些住在珠海 有些住在坦州 基本上他们日头起床 坐车就上班 在工地里面 那个范围就在工地里面 接着收工就坐车 旅游车安排他送回去 那个住宿店 所以他们很少接触香港 还有我接触的工友 有些是四川的 有些是湖南的 有些是广东省内的 都比较偏远一点的 他们完全不熟悉香港的情况 为什么他们不去政府部门去投诉 有恐惧这个因素 也都最主要是他对香港的环境 一些政府部门他都不熟悉 正所谓叫做投诉部门 为什么他会向我们建罪总部门投诉呢 因为我们有去做地盘广告 他们听过我们的讲座 我们有派卡片 派一些 还有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有个外劳全益关注组 我们每次去做一些 就是讲座 其实我们都拿 给他们 有个QR符给他们 我们有个微信的群组 我们都发放一些 香港一些法例的东西 贪污的要求 ICC的资讯 他们当受到压逼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先找我们 好 大家我们总监事 我补充一下 因为工会收这些案件的时候 因为我们今年是农历新年之后 才成立了河洛关注组 之前我们去地盘去做那些推广的时候 我们都成立了第一个微信群组 都存了一段时间才开始 就是存了一些工友 到今天又有六个七个微信群组 大概有三千多的人在 但是也不是个个敢出声说话的 至于那个劳工署 大家都知道劳工署落案 要十名登记 他没有实际登记 他追究上来 就真的有些问题 但是如果我用实名去告诉公司 这个工友上来投诉 那这个工友就真的 以后都不用下来的了 所以 但是我跟他们投诉 我们都告诉他们 我们要保护他的私隐 因为如果不是 我们相信跟过去一样的 他们是立刻会 下不了来香港 立刻没有公开 而国内那十四间中海公司 是因为他们登记了 香港代理他们聘请 登记了之后 就帮他们申请证件 拿了证件 责任他就完了 国内中海公司 因为我们香港也追究不了 国内中海公司 下来之后 就交给总承计箱 总承计箱下面 如何管理呢 就由总承计箱去负责了 所以当时他进来之前 他选择了 到底是去潭尾 还是去坦州 还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有些俄罗宿舍 很简单 因为他们会选择 不同公司有不同的宿舍 有些很小规模 有些像潭尾 那么大规模 但是 就变成他当时就要选择了 选择了之后 刚才才会有住宿地点 所以我们想跟进的时候 好像机场那样 大家都知道 不是想进去就进去 要全部申请 要申请过关 要不然就不能进去 里面的位置去见公友 当然其他地盘 自自然而言 你见到他的时候 他也不会轻易放他出来 地盘以外 我们也怕影响了他 被人见到 这个公友和工人都很迫 我们会担心 但是他们要出来找我们 他们要问清楚我们 如何来到这里 工会去见我们 因为他们要离开了地方 要乘地铁过来才能找到我们 所以其实他们有难题之余 我们也理解 以前也是这样的 以前 以前 东涌机场的时候 那些外劳 亦都有同样的情况 过去和现在 没有什么分别 但我相信 未来的日子 这些小动作 这些小动作 这些古惑销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好 大家都知道 大家看看有没有其他记者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都看到 我们有个被消失的公友 出现在 但还看不到样子 看不到什么 只有透过微信信息 传达给大家 好吗 是的 是的 文汇想补充的问题 因为你们也有希望 就是 大半 或者是 政府那边 加强 去监管 那 其实有没有什么建议 譬如说 好像老公署 你刚才也说到 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事 的话 就要神明登记 做到事 那会不会有一些 可以 有什么建议 可以改变 可以加强到 或者加监管 你们有没有跟劳工署 反映过 你们收到 投诉的问题 他们有什么回应呢 首先我先回应 我们有跟劳工署 反映过 最初有这些案件 劳工署都积极帮忙 他们都给了一些 法律意见我们 也都 愿意去协助我们 无奈 就是 刚才我们同事说 就是说 那个工友真的要站出来 要神明登记 才行 那你说 有什么建议去解决 这个 这个 这些问题 首先 我觉得 就是 那个 给钱 那个 当然是指 业主 或者是 大监 他们先做好管理工作 就是 我们有反映 这些情况 既然存在 他们是否完全不知道 他们怎样去管理 那个 安排外奴 食宿 那些 他们有没有去参与 去杜绝这些事 首先我觉得 应该是源头去杜绝这些先 就是在那个 开始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要做好这件事 当然 政府集无旁态 他们要督促我们的 尤其很多现在 其实输入外流 都是政府工程 是吧 那 理论上 就是政府是给钱的 那 你分判了些东西 给我们的大半 大半又分判了给管理公司 中介就不要说了 那 你由上至下 我们怎样去监督去解决这件事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 既然 好了 现在有这个事 已经滋生了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去解决呢 其实呢 只能够说 我们现在是要找一些工友 站出来去指证他 无奈 恐惧是存在的 我可以给一个示例大家参考 十几年前我们的前辈 刚才我同事都提到 也有些外奴被剥削的情况 当时怎样做呢 由我们工会 由政府 由労工处 由机场 大家一起 采取一个行动 晚上 深夜 我们进去一些施工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外奴宿舍去探工友 去问工友 肯不肯站出来 去找人籍 最终 我们找到一个半个 就令到那件事 是建玉江 形成了一个案例 那我们是否可以借这个案例 这个手法这样去做 现在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呢 我强调一件事就是 我们应该由源头去制止这件事 在管理的层面已经制止了 而不是当发生了 已经有受害者 我们才是这样做的 嗯 好 麻烦你了 还有一个建议 你好01的 想问一下 几个个案的管理公司 是否都是同一间 不同 我们现在有三个个案 有两个个案是同一间大判的 管理公司都不同 三间的管理公司都不同 相机 非常好